假如主播选Boss当CP 女孩们 我选谁呢 这里有美丽的余生神 还有迷你最强的虚空幻影 看后的识巨人 老实的碧云巨魔 和霸击又多金的黑龙 诶等等 大妈你是谁啊 不是能选CP吗 所以我也来了 不对 你说谁是大妈的 是主播选Boss 不是Boss选主播 我去过去 搞错了 那我先来选 什么 你先选吧 看看奶茶会选谁呢 她居然走向了羽蛇神 难道 她要选羽蛇神吗 诶等等 她要出了狼猿棒 居然把羽蛇神打下去了 又走向了虚空幻影 她居然选择了虚空幻影 这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她吧 奶茶 你为什么要选择虚空幻影啊 哎呀 虚空幻影这么厉害 当然要选她的 那你把羽蛇神打下去干嘛 羽蛇神不是虚空幻影的CP吗 我怕他们救情夫人 所以先斩场速度 下一个是汉堡了 看看他会选哪个主播当CP呢 他朝着黑龙走过去了 不对 他又出来了 朝着 这是虚空幻影走过去了 他把虚空幻影打下去了 然后 就选择了羽蛇神 不是 汉堡 你刚刚选的不是黑龙了吗 怎么把虚空幻影打下去了 还选了羽蛇神 想黑龙 是因为他太有钱了 想了想 人可以自己赚 我就选了羽蛇神 你这神是最漂亮的boss 我汉堡可是颜矿 继续选最好看的 拿西空幻影 因为他们是CP 欢迎西空幻影回来 跟我抢羽蛇神怎么办 我去 不愧是奶茶的CP 做事的风格都是一样的 下一个是辣条 哎 你这个主持人怎么回事 怎么了 什么下一个是辣条 你应该说 下一个是英俊潇洒 风度翩翩 帅气逼人 玉树临风的辣条才对 好了 你快选吧 他走向了羽蛇神 难道要选羽蛇神吗 哎 不对 他选择了 是巨人 辣条这是为什么呀 众所周知 羽蛇神是迷你最漂亮的 但是他脾气太差了 和小辣的脾气一样 小辣动不动就发火 以前 我可没少挨她的打 所以我闪着十巨人 不仅脾气好 而且还有实力 能保护我 可是你们都是男的呀 这什么关系啊 我们的感情 只能有信别和良了吧 我孕 小伯伯 你们可千万不要学辣条哥哥呀 下一个是果冻 果冻怎么来了呀 看看他会选择谁 他要是敢选的话 他没有选择 而是打了个问号 难道是因为没找到我 我就知道 果冻是不会背叛我的 等等 他好像走到黑龙面前 难道 我知道了 他肯定是找不到我 所以只能随便选一个 让我来问问他是不是这样 果冻 你刚刚是不是在找我啊 找你 不是啊 我刚刚打问号是因为选择太多了 害得我选择困难症都犯了 实在不好选谁呀 啊 那你为什么选择黑龙 因为黑龙有钱啊 他每个人买了好多好高小型质 我也有钱啊 我好歹也是个美食村首富 你为什么还要选黑龙 可是人家黑龙是明明首富 你怎么和他比较狼马 ene 天啊